随着现代军事工业的发展 武器装备的分类变得更加细致 不仅拥有传统的战机、轰炸机等 还研制出了诸如侦察机、运输机 甚至是预警机等特色装备 特别是预警机 它已成为空战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型 之所以不可或缺 是因为空中预警机对制空权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空中预警机装有远距离搜索雷达 数据处理、通信导航、指挥控制、电子干扰等完善的电子设备 即预警、指挥、控制、通信、情报于一体 可搜索和跟踪空中及海上目标 指挥、引导几方飞机进行作战任务 它不但是一座活动的雷达站 更是战场上重要的空中指挥中心 为本方快速夺取战场优势提供切实帮助 而说起当今世上使用时间最长 生产数量最多 该进行号最多的预警机 那么当之无愧的便是一二预警机了 不仅如此 一二还是目前世界上使用国家最多的预警机 包括日本、以色列、新加坡、埃及等等国家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二预警机 一二预警机代号豪凯中文鹰眼 所以统称为一二鹰眼 该机长17.54米 机高5.58米 翼展24.56米 折叠后8.94米 空重18,090公斤 最大起飞重量23,850公斤 最高速626公里每小时 实用声线1万米 一二在气动结构上采用常规布局 采用全金属悬壁式上单翼 中央一段为三梁多类机加蒙皮核形结构 外翼段用装在后梁上的斜轴接头脚接 翼内的双向动作筒 可将机翼折叠到与机身侧面平行的位置 机翼前缘有冲气防冰套 内侧机翼前缘能打开 以便于维护飞行操纵系统与发动机操纵系统 机翼后缘外侧为金负翼 在富乐式机翼放下时 它会自动下锤 一二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设计生产 是一种美国全天候舰载预警机 也是目前世界唯一一款在意的舰载预警机 自20世纪60年代初 第一架一二舰载预警机问世以来 此后40多年时间里 一二持续不断地改进发展 前后有ABC等型号问世 在正常状态下 该预警机可以同时对超过2000个目标进行有效追踪 并集中拦截40多个来袭目标 还可以对200公里以外的巡航导弹做出精确预判 更加需要关注的是预警机在升级基础上 还会持续增强其搜索定位能力 一二是美军唯一可实现在航母正常起降任务的预警机 这为其带来了绝对意义的实战价值 这款预警机曾在1982年 以色列以零伤亡优势 击落叙利亚81架战机的战斗中立下过赫赫战功 从此扬名立万并引发各国高度关注 后来的一二经过了无数次的改良升级 在诸多升级版本中 最为先进的便是一二D先进营演预警机 2005年3月14日 美国海军航空司令部正式宣布 将正在研制的新一代舰载预警与指挥控制飞机 型号命名为一二D 2007年8月3日 首架一二D原型机实现首飞 根据美国海军要求 一二D先进营演预警机 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预警机 在一二的基础上改进而来 能够在航空母舰上起降 具备优秀的预警指挥能力 能够对多个飞行目标 例如飞机或导弹进行跟踪计算 此外一二D还特别加强了对隐身飞机的探测能力 它的雷达系统为ANAPY-9雷达 该雷达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 全重998公斤 能有效在强杂波环境下 检测到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类小目标 雷达工作波段位于UHF波段 并拥有一定的反隐身能力 洛马公司曾指出 该型雷达要比一二C上所使用的 ANAPS-145雷达整整先进了两代 动力系统方面一二D采用了两台罗尔斯·罗伊斯 T56A-427A涡轮发动机 而一二D的性能升级主要着重在这四个方面 新型雷达、数字化座舱、开放式任务系统 以及发动机控制系统 该机除了担任舰队耳目外 还充当重要作战节点 以机上先进的任务系统 整合战区内各作战平台的信息 提供给决策人员作为下达最后命令的参考 而在导弹防御系统方面 一二D将配合舰在宙斯盾战斗系统 和标准六型拦截导弹 成为美国海军地平线外综合火控、制空、防空系统的关键单元 作为海上杀伤链的中心节点 一二D负责连接航母编队的所有空中作战平台 及编队舰船 通过数据链将空中飞机、编队舰船等各种平台的雷达数据 融合为单一的实时高质量目标航技 共享到作战网络中的每一个作战单元 为宙斯盾舰发射的SM-6舰载防空导弹 提供目标指示的能力 一二D预警机采用完整的全玻璃战术座舱 能够搭载五名飞行员 其中包括一名驾驶员、一名副驾驶员 以及三名任务系统操作员 当飞机进入巡航状态时 驾驶员或副驾驶员能够作为第四名操作员 参与执行作战任务 可以看出 作为美国海军迈入网络中心站的重要一步 先进营演预警机正在从为航母战斗群 提供远距离预警的传统角色 转变成为一种承担整个战场指挥 与控制任务的全新角色 作为实现21世纪海上力量战略的重要一环 美国海军已经确定采购75架12D 未来还可能进一步增加采购数量 使每艘航母装备8架 以便实现连续7天24小时的执行任务 毫无疑问 12D预警机现已成为 美国海军网络中心站中 极其重要的一个空中节点 作为应演家族的最新信号 12D预警机是美国海军 在ATS、EX和CAS等一系列后续飞机替代计划 屡遭失败的背景下 开始酝酿的 并经历了一个技术不断成熟的孕育过程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美国海军就草拟了很多项 近战术支援飞机计划 希望用于替代ERC等飞机 虽然在此期间也诞生过一些型号 但最终经过各种原因 以及对比评估后 还是决定对ERC进行一系列改进 并在后来获得了美军的认可 有观点认为 ERD是目前探测隐身目标性能最强的预警机 ER外销量现已超过30架 包括以色列4架 日本11架 埃及6架 新加坡6架 泰国3架 以上均为ERC型 法国卫士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 能够有更好的战斗力 也不惜暂时放下独立自主的传统 订购了ERC 到2004年3月 法国已经拥有三架ERC 从上述介绍不能看出 ER预警机从问世以来一直在改进发展 以客服先天不足 适应日益复杂的战场环境 满足用户的要求 这就是ER预警机成功的主要原因 所以说 想要做到实权实美 还是需要不断地提升和锻炼自己 爱拼才会赢 好了 关于ER鹰眼预警机的介绍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